第一线 多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第一件事就是要谈谈以色列 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他教证回归 什么教证回归呢? 之前他10月7日那件襲击 他说死了1400人 现在就把数字 教证回归到1200人 这样做就... 让大家看到以色列更加离谱 为什么呢? 以色列的军队星期五的时候 就封锁了加沙城的主要医院 真的不是开玩笑 这么糟糕的东西都做了 封锁了加沙城的主要医院 是的 以色列他怎么说呢? 这个真是神经病 他说医院的地下隧道里面 就有哈马斯指挥中心 根据巴勒斯坦 他们的权力机构 即是巴勒斯坦的 他们的电台报导 就说以色列对希伐医院部分地区的攻击 已经造成了几十人的死亡 加沙卫生部就说 自从10月7日打仗以来 加沙的死亡人数 现在超过一万一千人 一万一千人里面 有四千五百零六个儿童 当然 加沙卫生部是哈马斯管的 美国和欧盟都将哈马斯定性了做恐怖组织 先提醒大家 有些事情一定要讲清楚 那 好了 现在看到 他们现在这样做 为什么要教证回归呢? 我想有些事情 他们高估了被杀的人数 当然是 那 那 更变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他们数了一些尸体 他们数了一些尸体 数了一些尸体 其实那千四人是 但是 以色列的发言人 他叫做 尼奥哈耶 他的说法就是 因为一些尸体 有些是哈马斯战士的 之后确认是哈马斯战士 所以 就 要教证回归 还有就是 以色列的国防军 他有个发言人 这个发言人 叫做Jonathan Conricus 他说以色列正在提供快速人道主义枪口 快速人道主义枪口 因为人道主义要快 你也要跑得快才能走 现在他被人逃离加沙北部 以色列的军队和哈马斯武装分子作战 据 有些媒体的报道 昨天的人道暂停 停了六个钟 布林肯 现在 看起来 真的有没有实筹 我不知道 布林肯 加大了以色列的压力 要求以色列 採取更多 措施减少 在加沙 襲擊 遇害的平民 也多谢Sam CWS的支持 多谢你 布林肯 他去了新德里 去了印度 他说现在要做更多的工作 来保护平民 并且 确保人道主义的援助 到了他们的手里 现在 太多巴勒斯坦人被杀害了 其实 杀害巴勒斯坦人的情况 我们早就说 一开始杀得太多人了 去到几千人的时候 事实上已经杀多了别人一倍了 没理由说杀多了一倍 也不是太多巴勒斯坦人被害 现在的情况就是 死亡12000人 以色列人 巴勒斯坦那边 死亡12000人都不够 分分钟要死亡12000人 以色列人才会停手 不过这是我说的 我也没有具体的数字 那美国的高级官员 他怎么说呢 其实加沙的死亡人数 可能比 哈马斯控制的卫生部 说出来的数 美国方面 其实没有公开评估的数字 但我觉得美国是有情报的 我认为美国在加沙地带是有情报的 他可以知道 其实以色列是杀了多少人 美国为什么不公布这些事情 因为哈马斯公布的数字 比美国的估算更低 那哈马斯的可信度又会提升 其实美国现在是两难的了 当然还有 就是 联合国 这个就是巴勒斯坦难民机构 星期五的时候又有新消息 昨天我们先说 他们有九十几个人死了 近东工程 在救济那里 他昨天说 是九十几个人死 联合国 巴勒斯坦难民机构 他周五公布 就是 打仗一个月以来 丧生的联合国工作人员 已经去到一百零一个 这是 今早的消息 这是破纪录的 这是破纪录的 至少有二十七个工作人员受伤 现在是很惨 巴勒斯坦难民机构 有历史以来 在冲突中丧生最多的人 很惨 帮人还要失败 以色列 当然是左右开工 除了在袈裟打哈马斯之外 他就是 射了真主党的目标 真主党就是黎巴嫩 黎巴嫩那里有真主党的人 射飞弹和无人机 以色列他们射了 黎巴嫩的真主党的目标 以色列的国防军说 有两个以色列士兵在无人机襲击中受伤 还有三个以色列士兵在 梅纳拉地区的反坦克飞弹攻击中受到重伤 那个地方叫曼拉 应该叫梅纳拉 中文 当然有一个核心的问题 为什么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没有落手落脚去 帮巴勒斯坦人 大家要看一下一件事 就是没有有因的 你看到 若旦 这个圣裔家族 基本上就是 坐在那里看 看看事态发展 说会声援巴勒斯坦人 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 另外一个大佬就是 沙特 沙特本来也说跟以色列建交 那MBS他也没有有因 真的去帮巴勒斯坦人 还有哈马斯是什么人换助呢? 哈马斯是自己说的 很多装备都是印...不是印度 说错了 伊朗给他的 我说错了 有厚误 这个一定要先说 伊朗给他的 虽然伊朗说 没有我们没有给那么多装备 但是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 在敘利亚那里 也是伊朗在那里 伊朗和俄罗斯也有敘利亚 还有就是 伊朗也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 还有在也门那里 他们的伴军也是伊朗支持的 伊朗当然想把他的影响力扩大 但是要记得一件事 伊朗虽然是伊斯兰国家 但是他的主体是波斯人 跟阿拉伯人不同 如果波斯人说要领导阿拉伯人 这件事我认为根本是不可能的 虽然他们是想这样做的 阿拉伯人 其实我认为 他们的大佬都是要顶住伊朗 虽然伊朗和沙特 又握手 又说话 又见面 但是 关系始终是不好的 因为他的信仰是有差别的 一个是信什叶派 伊朗就是什叶派 其他阿拉伯国家主要是信尼派 现在 巴勒斯坦人 本身也是信尼派 但是其他阿拉伯人没有支持他们 因为他们之前有些事情搞得太离谱了 就是在 约旦有搞恐怖襲击 其实你去到一个地方搞恐怖襲击的话 是神生鬼厌的 巴解组织 为什么他们 是可以 现在和以色列都可以谈 因为他们放弃了 搞恐怖襲击 不搞劫击 不搞什么 他在90年代的时候已经没有搞这些事情 结果全部是有计谈 当然有些极端人就觉得 你搞错 就出卖我们而已 我们送头 他们那些极端人 当然是要继续战斗 但是 其实是很明显的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打了五次仗 他是一打几 每次都是 当然你说后面有美国佬支持他 但是 他们是够运的 这件事 有很多次 其实 以色列差不多是灭国了 他是够运 不是啊 是上帝照他 当然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认为有些东西都是说运气 但是 以色列 现在这样打巴勒斯坦 那 我当然希望 约旦河西岸 不要再出大件事 因为 如果约旦河西岸的极端人 有诚勢的话 那 以色列就有全面的借口 就收了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那 有两个国家的大佬有计谈 就是卡塔尔 卡塔尔的大佬 跟MBS 跟沙特的王柱 他就在 里亚特那里见面 这个里亚特就是 在沙特的 里亚特这个地方 那 就谈了 加沙地带的局势 那 根据卡塔尔的报导 这个是他那份报导 就叫做 阿米里迪湾 他说 两个人就讨论了 以色列要停止对加沙的侵略 保护平民 以及 紧急提供援助 那 卡塔尔现在是哈马斯的重要中间人 那 卡塔尔当然是有出力去 去凝救以色列的人质 就是以色列被哈马斯捉了的人质 现在有二百多人在那边 那 那 那 红十字会也有信息 红十字会就说 加沙的医疗系统 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那 那 就是 在加沙死的人 就会再飙升 那 几千个伤者 或病者 和流离失所的人 面临生命危险 那 那 那 警告 医院周围的任何军事行动 都一定要考虑到有平民的存在 因为平民是受到国际人道法的保护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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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件事是哈馬斯做的 哈馬斯的官員Hisham Adwan 出了來講 哈馬斯控制的過境當局 限制巴勒斯坦人通過拉法過境點 他就禁止了有雙重國籍和外國護照的巴勒斯坦人離開加沙 所以有些人說哈馬斯是對的 我告訴你哈馬斯也是混蛋 極端沒有一個好人 現在他這樣做當然要收回人盾 哈馬斯是專門的 嚴格來說這個地方平民百姓要逃命 你沒有理由在過境點上阻礙人離開 哈馬斯的說法就是 因為加沙城和北部受傷的人 他沒有辦法協調到 北部的雙員肯定有些哈馬斯的軍人受傷 他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經常都說 以色列不是什麼好東西 哈馬斯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有些人說哈馬斯很對 哈馬斯某程度上 他自己有份搞到現在的平民這麼混蛋 哈馬斯不是完全沒有責任的 哈馬斯是 他這樣做當然是離譜了 人家要離譜就讓人家離譜了 你說一定要帶上你的雙員才可以離譜 那麼 現在你就是這樣 找一些普通人 有雙重國籍的人來做人盾 現在就是 現在是離譜了 好了 他還說了外國和埃及會照的持有人 都沒有辦法在拉法過境點過境 去到昨天的下午 2點30分 只有五個人可以離開 你拉法過境點 其實老實說 哈馬斯這樣搞 很容易搞到 以色列那邊又說不讓貨車入境 現在有百多輛貨車 其實已經算是緩解了的狀況 哈馬斯這樣搞的話 當然是麻歐凡 世衛組織 大家再說一個 昨天下午的消息 世衛組織說 大概有十幾個 患了癌症 以及其他血液疾病的兒童 在加沙撤離去到 約旦和埃及接受治療 這件事是以色列和美國官員協調的 那麼 世衛組織的目標 就是要根據那個 倡議 撤離更多的小朋友 這些是一定要做的 那麼 世衛組織就說 透過拉法過境點進入 或者經過埃及的重傷 以及重症患者的安全醫療 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送他們去關 因為現在加沙的癌症服務 是嚴重有限 所以一定要把患者移去加沙境外 這件事其實雙方都不太妥了 但是 在瑞士有一個消息 這跟財經有關係 是真的 那瑞士的警方就向幾家銀行 以及資產管理公司 送了一份 清單 那份清單就說了 給... 這個是瑞士警方 就說哈馬斯 在瑞士的銀行系統 收到錢 這個 這個瑞士的公共廣播公司 叫做 SRF 他就 引述警方的信 就說 這些類型的 付款 通常 打住人道主義援助 籌款活動的 紡紙進行 那麼 這個瑞士的公共廣播公司 SRF 也說透過 加密幣或者社交媒體發送的資金請求 也引起瑞士當局的懷疑 那麼瑞士呢 其實呢 他之前就出來說 他就說 哈馬斯就沒有用他們的銀行 就是有信心哈馬斯就用不到他們的銀行 其實哈馬斯在瑞士是可以開戶口的 因為瑞士就不是跟美國和歐盟一樣 也不跟英國一樣 哈馬斯是可以在瑞士開戶口的 不過這次呢 哈馬斯現在因為被很多國家定勝了為恐怖組織 那麼 現在瑞士可能也會收緊 可能也會收緊 因為瑞士的金融系統 也是接入了美國那裏 那麼 如果你接入了美國那裏 那 你要花美元 那你要花美元 你給他開戶口 那些金融機構 很可能會被美國製裁 這個就是現實 那好吧 那我講到這裏 休息一會 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一會兒 好 結束 一會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